哈囉大家 今天我想要分享一個 不知道該說是奇怪 還是有趣的事件 我一個朋友回越南去玩 然後他今天跟家人 到越南的一個海邊 一開始他跟我分享說這個海邊其實 沒有很乾淨然後我們就聊關於這個 垃圾不落地之類的 這樣的一個意識概念 結果忽然間他在垃圾堆裡面 好像有發現了台灣的香菸 然後就想說 台灣香菸如果一兩包也就算了 結果呢 是台灣的 煙嗎 可是他不只一包耶 你看這邊一包 兩包 然後都是耶 後面整個都是 然後他們的煙都是完整沒有開放過的 是走私煙嗎 好奇怪喔 這邊有一條耶 我發現整條的 然後旁邊就很多 零零散散的 這是走私煙吧 這讓我覺得非常的奇怪 因為這個地方距離胡志明市 大概要150公里 據我了解應該不太會有 台商或者是台灣人 頻繁的來到這個地方 距離台灣根本不用講 它是距離高雄2000公里 這個距離 香菸不可能用飄的飄到那邊 而且還是新的 那你覺得 是什麼原因造成了這個現象的出現呢 我也不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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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